英国著名乐团The 1975 昨天在雪州雪邦的音乐节公开演出 男主唱马修希利突然在台上热闻同性 被撕手成为全程话题 通讯急数码部长法米斥责 主唱的行为非常无力 并已经要求音乐会主办单位给予解释 法米今天凌晨三点在推特发文 斥责马修希利在演出时的行为不可理喻 并且要求音乐会主办单位提供完整的事件报告 其实马修希利在台上当众热闻同性被撕手之前 就已经拿着酒瓶喝酒 同时痛骂我国政府打压彩虹群体的行为 随着热闻乐团的演出被勒令终止 音乐节的主办单位今天早上也发声明 由于嘉宾不遵守我国的演唱会指南 演出被迫中断 对此深表遗憾 对此深表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